你只要做幾件事就好 第一個 Manifest這地方做一個設定 因為我忘了把它加進來 剛剛有同學一網馬上就看不到地圖 而且馬上就知道說 直覺發現 Internet應該沒加 所以表示說這位同學 上課有認真 馬上直覺 因為你那個 它是一個連線的地圖 連線地圖就是 你沒有網路的時候就看不到 但是location還會跑 所以以前我在山區裡面 用Google地圖導航的時候 一樣可以導航 可是就是沒有地圖出不來 因為它是連線版的地圖 那當然好像大陸那邊有破解的 它可以把某個區域的地圖 幫你下載 下載到你的手機裡面 那以後就不用連線了 你們可以找找看 之前有同學提供給我 那Google地圖 它有一個導航版 現在那個導航版做得不好 我發現我好像也是一個學生給我的 它那個導航還不錯 它就是可以真的這樣導航 它只是說不會叫你要幾百公尺要左轉右轉 但是它會有聲音吧 好像後來好像有更新成有講話 我也忘記了 那導航的效果有講話 有女生講話 對對對 後來有更新的 好像效果還不錯 所以有的時候 我有時候車上的導航 可能有暫時沒辦法walk 或者是導航的路徑不是我要的 那我也會參考一下 因為那個Google地圖 導航很方便 你可以馬上放大縮小 其實可以看到很多細節 這個部分 還有路況也可以馬上顯示出來 好 那所以第一個 給各位的那個範本 你們從雲端上把它下載下來 然後把它匯入之後 那我用的SDK是2.33的 但如果說你要去更改成4.x的也OK 然後裡面的話 Manifest先做第一步 先把它怎麼樣 去增加一個Internet 這個有沒有 這個Permission OK 第二步的話呢 請各位打開Assess Assess裡面有個目錄 這個目錄就triple大家的路